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一开始就邀请她 结果她是最后一个答应 这过程非常的麻烦 很多的改变 天才等于麻烦 我们的才子李飞慧 我想听听你的朋友 其实我从小就很少见 根本都没有接触音乐 因为文莱那个环境 我们只是念书 这样就回家 其实也没有接触什么娱乐 有一次大概在中二还是中三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 从黑白电视要转成彩色电视的时候 我的舅舅就开了一个 那时候是一个西洋的发生生 我记得那个歌手叫Roxwood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大火机 赤裸上半身穿一个牛仔裤 他就这样挥动 然后全场你看到那个大火机 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 而且是十几万人 然后你就想说 那时候我就想说 为什么音乐可以像是magic 后来就有朋友叫我 我祝卡东 他说 我们去 祝荣 我们去听一个音声 我说 哇 从卡东大巴士去到祝荣 也死了 我说 不要啦 这么远 听什么歌 这不是中午歌 其实今天我还是很感谢这几位朋友 因为他们要挟我去推我上车 你知道吗 帮我付车签 车签 然后我就摇摇晃晃 很心不甘情不远去到 竹荣 竹荣 当时我一进到他的礼堂 我完全改变我的相关 因为一千五百个人 看着我完全不懂的东西 我其实 从育朗回到家 我想了很多 我说 为什么我们新加坡 年轻人 可以写出你这么好给我 什么 那时候就完全 令我对中文音乐 完全的改变 就这么强 大巴士数据学院 也有一个小组 刚好他的吉他人 就要出一波深造 所以他们却接一个吉他手 他就打电话问我说 你要不要来专门 就这样进去 我就这样进入了 信号的群职 能够替中文流行音乐 出一份力 我觉得那个是 自己的一个荣幸 而且新加坡呢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写自己的歌 然后 跨洋到海外去 让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可以听到我们的音乐 这些都是我们当初 其实在玩音乐的时候 根本都不敢想的 谢谢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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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说 我又说 我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